心里面的不愉快 做大大家都喜欢 但要喝耶稣的杯 他们说我们能喝 有这么简单 可以喝耶稣苦难的杯吗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整个 信仰的生活进行过程当中 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后来耶稣他被罗马兵丁所抓 那么被罗马兵丁抓了之后呢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6章的56节 我们请电脑能够同步配合一下 因为我们都经文是串联式的 那个观念连接点通了 我才有办法继续往下讲 那马太福音26章的56节 你可以看到 当罗马兵丁把耶稣抓走的时候呢 所有的门徒都怎么样 圣经记载说 离开他逃走了 他们怎么能够跟耶稣一起喝苦难的杯呢 怎么能够在不分时段 不分空间 不分时间都能够紧紧跟随耶稣呢 苦难来了 所以当下门徒全部离开他 那最有勇气的是彼得 最有勇气的 那彼得他是远远的跟随耶稣 在马太福音26章的58节 他是远远的跟随 不是紧密的跟随 但是当彼得他碰到生命有上书的危险性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后来怎么样 彼得后来他就佛认啊 佛认主 佛认他不是耶稣的门徒 在马太福音26章 请看七十节 三次佛认 那么第一次圣经记载说 他怎么佛认 彼得在众人面前不承认 第一次是不承认 没有啦没有啦 我不认识那个人啊 那个人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那第二次的佛认呢 请看七十二节 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怎么样 启示说我不认的那个人 请问他佛认的层次 严重性有没有增加 第一次是不承认 那现在第二次不单单不承认 而且启示说我不认识那个人 那个是更进一步的 严重的佛认神跟他的关系 那么到了第三次 我们先看七十四节 第三次彼得就花咒启示说 我不认的那个人 去独救杂了 我如果那个人出去 我的车弄死了 发了狠毒的咒言说 我不认识那个人 那彼得有办法跟随神吗 他没有办法跟随 没有办法跟随 那后来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六十一节 当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之后 那么耶稣他转过身 看了彼得 因为耶稣早就跟彼得说过 说计较之前 你一定会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不可能 不会的 我跟你一起死都愿意 我怎么不认你 那人的软弱就是在这里 大声话大家都可以说 那去的话也可以说 但问题是真正碰到患难困苦 临身的时候 试问我们在座 包括小弟 我们有多少人 能够去承受那种极度的痛苦呢 面临生命交关的痛苦呢 所以后来 耶稣转过身来 就用他的眼睛 柔和的眼睛 饶恕的眼睛 那么看了彼得 那么圣经就记载说 彼得怎么样 想起来了 那想起来之后呢 六十二节 路加二十二章六十二节 记载说 他就出去痛哭 一追想起来 他就后悔 他就痛哭 正常人的表现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后来彼得 他在写书信的时候 那么他曾经提过一段话 是在彼得前书 第二章的二十一节 他怎么讲 他说基督 为你们受够苦 那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基督他受过苦 那个就是你们人生的道路 那你们现在呢 你们现在要跟随他的脚步 跟随他的脚中走啊 所以我们从这一本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耶稣说你们在树上有苦难 我们一个人跟随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前面的道路啊 没有办法一反风顺 那么曾经在中级班跟我们的孩子上课的时候 我问他们说我们的神叫耶稣 那请问耶稣在你整个的人生历程当中 你认为我们的耶稣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觉得这个耶稣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窝心 让你觉得非常的贴心 跟随他充满了喜乐 那么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答复 有很多答案我都觉得蛮有趣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答案就是说 我希望耶稣好像菲利普电运斗一样 电视广告看过没有 菲利普电运斗的电视广告看过吗 一个人有一块布非常的皱 他无论怎么弄怎么用什么样的这个运斗去探他 那么都是做做的没有办法 那后来从天上突然之间掉了一个运斗下来啊 那这个运斗就在前面一走过 全部都非常的平坦 那这个人呢他就背着两只手 然后跟随在这个运斗的后面走啊 一边吹口哨 然后这一句广告词就出来了 哪一句广告词啊 菲利普之后一片平坦 他说我的耶稣要这样 当我跟随他之后 我人生的道路要一片平坦 可能吗 耶稣说在树上你们会有苦难哦 那在我里面你们会有平安 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的苦难 不临到我们的那一种平安哦 他是更高层次 更深层次一种内心里面的平静安稳 那我们另外一个小朋友 他说耶稣 耶稣要像深蓝电脑一样 那我们刚刚电脑 在这个世界刚刚在 这个发展 电脑科技在发展的时候 那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电脑 哇那是超级大电脑啊 那么我们为他命名叫深蓝啊 叫Deep Blue D-E-E-P-B-L-U-E 叫深蓝电脑 他说耶稣要像深蓝电脑一样 我要走的每一步 他就早已经设计好 为我安排好 让我平畅 走完人生的旅程 哇他们把耶稣都想象得非常好 非常非常的好 那甚至他们讲 耶稣耶稣他应当在我的 整个生命历生当中 他要扮演宇宙贩卖机的功能 那什么叫宇宙贩卖机 我们这个小朋友说 我常常就是想喝饮料啊 我带着铜板路旁 有这个饮料的贩卖机 我这个铜板往下丢20块 我随便选一个按钮 可乐按下去 他要掉下来啊 因为我需要啊 我想啊 那耶稣呢 耶稣他开的是无限公司啊 耶稣的能力呢 他是无限的啊 所以耶稣啊 是宇宙贩卖机啊 要随时满足我的需求 那这个才像神啊 才有在帮助我 才是照顾我啊 那现在钱丢下去了 按钮按下去了 饮料不跑 饮料跑不出来 你会怎么做 算了 会吗 我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年轻的年轻人 这钱丢下去 饮料不跑出来 这怎么样 苦啊 吃我的饮料不跑出来 咬一咬饮料还不掉出来 接下来第二步呢 拳打脚踢 对吧 太可恶了 吃了钱 对不对 然后东西也不掉出来 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 那这个东西要干嘛 好 他们全部把耶稣都误化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神的门徒都跟随他 而跟随这位耶稣基督 你不要想说 我的前途 我的人生 就一片平坦 一反风顺 好 这是第一个前年的部分 我要先表达的 那第二个 我们从这本圣经 我们来看 我们的人生 就是用很粗糙的一个 归纳的分析法来讲 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那么第一个就是 我们会面对未知 未知的人生的境遇 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 今天以后 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我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我来讲 我没有办法掌控 好 那没有办法掌控 我们从这本圣经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基督徒 有很多神的门徒 他们在这生活的历念当中 突然之间无缘无故 患难就来了 比如说 约瑟 这个是人生相当大的一个 相当大要面对去突破的 一件困难的事 面对未知的人生 我在信仰的道路上 我应当要兼职什么 那约瑟他哪里会想到说 当他17岁去探望他哥哥的时候 那就被他哥哥卖了 我们的神事先有告诉他吗 约瑟啊 你这次去探望你哥哥 你哥哥会把你卖到埃及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我会跟你同在 我们的神有这样告诉他吗 没有 突然无缘无故逐渐 患难来了 那被卖到埃及之后呢 最凄惨的是 被他的主人 吓到监牢里面 陷害 吓到埃及的监牢里面 那在埃及的监牢里面 我们的神有没有开时间表 有没有事先告诉约瑟 约瑟你不要怕 在监牢里面这个是一个磨炼 你不要怕 几年之后 我就会让你离开监牢 然后我会高升你的地位 成为宰相 我们的神事先有说吗 通通没有 被卖到埃及之后 当了13年的奴隶 被下在监牢里面 等到他30岁的那一年 他突然出间神高举他 让他变成埃及国的宰相 人生最困难的 就是面对未知的人生的遭遇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 所以有时候我会问我们的孩子 说小朋友 如果什么时候有机会 那么你到这个九族文化村 那么或者是到我们这个嘉义的建福山游乐世界 你觉得最刺激的游乐的相似是什么 哪一个游戏 你会觉得说 哇这个真的是蛮刺激的 那小朋友的答案大概都一样 他们说九族文化村 云霄飞车 那如果到这个建福山游乐世界 最刺激的叫地狱列车 地狱列车一爬爬了15层楼高 然后还没有下来 就从他这样 突然之间他往下冲 落了十几层楼的高度 几十公尺的高度 人在地狱 心脏还在天上 哇那个真的有够刺激 后来我想一想 我要跟他讲说 这个好像都不够刺激 为什么 因为他要怎么走 我都能够算得到 我看我都能够算得到 所以坐云霄飞车 不用怕 只要你心脏没有问题 你爬上去坐 怎么样 你就把安全盖 安全罩 安全杠杠放下来 就定位锁好 两只手抓着这个安全杠 然后呢 杠的话眼睛睁开 不杠的话眼睛闭起来 当他在旋转往上冲 往下掉的时候 你就嘴巴散开 这样就好了嘛 整厘青你啊 谁怕谁啊 是不是 烈气气的 最刺激的是什么 是面对人生的未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 没有办法有心理防备 没有时间表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人生 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 请看罗马书第四章 我要讲的答案就是 在生活当中 面对人生的挑战 我们如果要紧紧的跟随神 非常重要的是信心 对神在信心上的交托 与对神绝对的信任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请看罗马书第四章 十九节 四章 十九节 十九节是讲到 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 我们的神应许他 会有一个孩子赏赐给他 是神应许的 那我们的神应许 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孩子的出生 你看第一个 圣经说他将近百岁 再来 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亚伯拉罕的生育 已经断绝说 他的信心还是没有软弱 他面对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叫做 环境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从我们的神应许他 到现在接近一百岁 他的身体机能 跟他太太的身体机能 越来越差 不是越来越好 我碰过一个姐妹 那么她住在 比较山上的地方 那我负担的教会 是城市型的教会 有一天晚上三点多 她打电话来给我 我在传道房 接到她的电话 她很慌张 传道怎么办 怎么办 什么事情怎么办 我那个孙子 花烧三十八度 怎么办 母亲都在城市工作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说我开车再把它送出来 大概要花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跟她讲说先祷告好不好 她说好好好 我说祷告半个小时 我再跟你联络 她说好好好 祷告半个小时之后 我打电话过去说 阿嬷怎么样 孙子现在其实怎么样 传道 完蛋了 三十八度半 我们常常引用西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 信是所望之 那如果我们用比较通常的话来讲信心 信心就是在艺术上对神的一种依规的程度 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跟神建立起一个属灵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那整个人生当中 我遭遇到了很多事情 这个环境 这个事情 演变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交托他的信任度 有没有改变 这个是信心 那亚伯拉罕他怎么样 他越来越差 环境的变化是越来越不好 所以圣经说 说什么 说身体如同鱼属 那身体如同鱼属 男人没有生理现象 怎么生孩子 那他的太太圣经记载说 生育已经断绝 这个翻译都很文理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月经 月室已经断了 那生殖的功能性 夫妻都已经断绝了 统统不存在了 再来 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叫时间的延续 恶劣 环境越来越恶劣 而且不知道时间表 因为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 环境越来越不好 那亚伯拉罕 从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 圣经说 现在将近百岁了 这一等 不是等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一年 一等等了二十几年 有越来越好吗 没有吗 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你要紧紧跟随这一位神 因为高阳无论往哪里去 就是高阳无论在哪一个时间 高阳他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他在什么样的空间当中 那么都有无限可能性的事情会发生 那我们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难道会因为面对一个未知环境的挑战 而在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产生变化吗 会不会这样 所以这个用在生活上 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人 绝对要具备的非常重要条件 讲到这边 小弟就想到 我曾经在中南区担任过 教区关怀的这些行政性 牧养的工作 那有一次我到中南区 接近海边的教会 那听到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 在讲一个见证 他说传道民国68年你在哪里 民国68年 我说我还在念大学 他说我们这个教会 刚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这个村庄里面 靠近海边的这个村庄里面 有一些人来信耶稣 不多 那信了耶稣 公妈牌子就要放掉 不能祭拜祖先牌位 那信了耶稣 原来他们诉奉的 因为在海边 海边拜海神就是马祖 他们这个马祖的偶像 就要拿去丢掉烧掉 整个都毁掉 所以当时这些人 在他们这个偏僻的 部落的村庄里面 他们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 因为他们是背叛信仰 背叛祖宗 那有一次 他说民国68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教会里面 有一些弟兄姐妹 都是以养殖 养殖业当中是他们的工作 那村子里面大概也都是养殖业 养什么 养丝木鱼 非常多 几百分之养的 撕到去睡了 丝木鱼 养养养 你养我养他养 全部养 全部都在一起成长 突然有一天早上 我们这个陈弟兄 他到他的鱼温去看 他的鱼的时候 要喂鱼的时候 发现 他的鱼环白度 兵别的 死了不少 他说隔壁的鱼温 有没有这样 一看 没有 没有鱼死 只有他的鱼温的鱼死掉 他很紧张 他说我的鱼到底是怎么了 是得到什么病 还是这个水质有什么污染的变化 所以他就赶快请这个 这个农会里面的这些 辅导的这些辅导班 然后请了这些这个水产专家 测水质 那么把鱼的尸体拿去解剖 看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必须要怎么治疗 那鱼死掉了怎么办 捞起来啊 拿去当塑料 拿去当塑料卖啊 便宜卖啊 没有办法 那第二天再去的时候 又死了一批 都兵别的 连续死了三天到五天 那化验过之后 送过来就是说水质 没有问题 因为跟隔壁好几个鱼温器都比对 那么鱼呢 也检查不出 有什么续境的感染 找不到毛病 鱼就一直死 所以当属在这一个村庄里面 这一些村民就讲了 你看看 背走啦 你看看 我们的神 妈祖不拜 在拜什么生人的神 在压缩啦 神明处罚不高兴 那我们这位陈弟兄 每天就到会堂里面去祷告 神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大家都没有问题 我去化验也没有问题 那我的鱼 每天死 死到第五天 整个它的鱼温 那几个鱼温 十几个鱼温的鱼 全部死光光 连一条活下来都没有 那死了就捞嘛 那捞了就拿去当飼料嘛 当回料 很便宜就卖掉啊 好 想不到经过了十天之后 这样经过了一个礼拜 遭受攻击 遭受村民对他的不谅解 大家拿着 这个用着舌头 指着指头 骂他 背足背中 所以神不高兴了 那想不到到第十天的时候 我们这个陈弟兄 还是每天到教会去祷告 他说神越来越差 每天都越来越差 死的雨越来越多 越急都死越多 一个礼拜都死光了 还是祷告啊 因为他不知道神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 还是祷告啊 后来到了第十天 我们政府 这个中央气象台发布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个台风叫塞洛马台风 那塞洛马台风从哪里进来呢 一般都是从台东 东边进来比较多 那个塞洛马台风 他是从南边高雄港进来 沿着我们台湾的海岸线前进 所以连那个台电的铁塔都倒掉了 非常非常强烈的台风 那这个一进来 一走到这个 我们布袋东 东鼠这一带 还引起怎么样 引起海水倒灌 所以海水倒灌 哇 这个经过了这个 一个晚上的海水倒灌之后 整个都淹水 村子里面 宜温全部都淹水 那等到第二天台风过去之后 大家都很急着去看他们的财产 那到了渔温 我们这个陈弟兄也跑到他的渔温去看 到他的渔温去看 哇 他的渔温满满的都是鱼 隔壁的渔温也知道说 这个不是你的鱼 问题是 这是谁家的鱼 陈玉玺 没有啦 鱼没有办法盖印章说 姓陈的 这个姓张的 全部都一样 所以当时村庄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个规定是什么 如果遇到天灾 最后在谁家的渔温里面 那就是他家的 那想不到我们的神给他恩典 因为他住到有一个灾难在后面 所以让他的雨线数掉 捞去卖 不是卖给人家吃啊 当肥料啊 当塑料 然后捞了一本成本回来之后 然后我们的神再大大祝福给他 结果呢 结果因为这样 耶稣的名在那个村庄里面就被高举为大 后来有起父跟着来信 环境越来越不好 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抓不到这个到底神有什么意思 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紧紧跟随神 那么在一个未知的人生的遭遇当中 我们就是信任这一位神 因为我们的神不会做错事 对他绝对的信任 所以我也不晓得现在我们碰到什么困难 我有遇到什么样的患难 但你绝对信任这个神说 我们的神 他绝对不会做错事 所以我能然抓紧耶稣的衣襟 跟着他的脚步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这是第一个层次 要讲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 以诸的人生的遭遇 那我要讲的是生命的层次 保罗他曾经在 《非礼比书》第四章的十三节 他讲一句话 我们看电脑 《非礼比书》第四章的十三节 保罗他说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那这个凡事都能做的 这个做的意思 那就是说 我什么都能够面对 我什么事情 我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能够去承担他 这个做的言吻叫做 面对 有勇气面对 我能够去承担他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那你如果看十一节十二节 保罗说 我处悲见也好 我处丰富也好 我饥饿也好 我饱足也好 随死随在 我全部都能够面对他 因着这位耶稣基督 所以我能够去承担 那表示保罗 他在生活上 他跟这个耶稣基督 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兴望 我有预计会有不足的时候 会有饥饿的时候 会有患难的时候 但我因着耶稣基督 我都能够面对 我绝对不离开他 那现在保罗面对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生命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二十章 请看使徒行传二十章 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我讲的是 保罗他面对已知的人生的未来 面对的已知的人生未来 那我要讲的是一个生命的角度 这段经文是保罗第三次国外步道回来之后 他告诉他在这段经文说 说二十三节说 圣灵在各层向我指正 生活会有捆索 会有患难 这个是生活面的 那保罗说没有关系 生活面的我靠着耶稣基督 我都可以去面对 我能够承担 那二十四节 现在生活当中的患难 保罗不在乎 可是现在连结到哪里 连结到生命的角度 保罗说生命丢掉也没有关系 但是神所交托给我的 该做的工作使命 我不能不做 那我们看保罗 他面对的是一个生命的死亡的问题 因为我到耶路撒冷 我的生命即使死掉了 那我也觉得没有关系 那因为生活当中 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变数 我们刚刚提过 保罗说我有信心面对 那这件事情在这本圣经 我们的神 用了很多人 来提醒保罗 告诉保罗 你这一趟去耶路撒冷 会有很不好的遭遇 第一个我们在二十章的二十三节 看到圣灵亲自告诉保罗 所以你看到最后一节 三十八节 保罗跟你扶手的弟兄姐妹 离开的时候 说叫保罗 叫这些众人最伤心的 就是保罗说了一句话 哪一句话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 生命到处结束 我有心理盘算 我生命到处结束 这一趟去我生命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以后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那你再看到二十一章的第四节 这个是推罗的信徒 第二次 保罗他在推罗住了七天 那当时的这些门徒被圣灵感动 跟保罗说 不要去耶路撒冷 第二次 圣灵向保罗说 第二个 圣灵向推罗的门徒说 告诉保罗不要去 那保罗呢 还是去 那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十一节 第三个就是 一个先知叫雅加布 那个详细的过程 大家自己去看 那时候是第三次 这个雅加布从犹太下来 十一节记载说 把保罗的腰带拿起来 捆自己的手 然后说什么 圣灵说 这个也是圣灵的启示 不是道听途说 不是推测 是事实 圣灵跟保罗说 圣灵跟推罗的门徒说 圣灵跟雅加布说 而且还看图说故事 以身作者 做一个示范 说你去耶路撒冷就是这样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到十二节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 那这个本地的人 第八节说 就是盖撒利亚的门徒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保罗的童工群 总共有五种人 都告诉保罗说 你这阶级我们死 你这阶级很惨 因为圣灵都感动我们 告诉你 你的生命有相当大的威胁 那这个是面对 已知的人生的遭遇 生活会碰到什么事 对我们来讲是未知的 那未知的 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有办法跟随神 对神有绝对的信任 对神有绝对在信心当中的交托 你可以跟随神 你可以跟保罗一样 我无论碰到什么事情 我就要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 我什么事都能做 那现在呢 对已知的未来 已知的未来是什么 是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死掉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任何人都不例外 我自己在想 以生活的角度来讲 我不知道我明天 后天到后天 未来五年 我会遇到什么事 我完全没有办法预测 好 我告诉我自己 那就是信心结对的信任交托 我就抓住神 跟着他走 患难也好 困苦也好 挫折的环境也好 我就抓着他 跟着耶稣走 为什么 因为我的神绝对不会做错 在我身上 他绝对不会说 啊 拍谁林章 我把你搞错了 不会 绝对不会 那我就能够紧紧跟着耶稣的脚步走 那现在 在我以后人生的未来 我知道 有一天生命会丧失 生命会丧失 那生命丧失对我们来讲 我们抱住了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角度跟观念呢 往往在小弟的这个幕会的经验当中 我最怕的是什么 我最怕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碰到那个重大的意外 是没有办法预取得到的 而且是一种生命的威胁 比如说 去医院做例行性的健康检查 那有一个我福音组很好的同工啊 那么他就打电话给小弟 因为我们本来那天要一起出去访问的 那现在呢 现在他的孩子要求他 妈妈你今天不要去访问 我们都给你挂号挂好的 你身体要去检查一下 我们才会放心啊 所以他电话说 传道对不起啊 今天没有办法 预定好的 但是我要爽耶 我说没有关系啊 你就去嘛 那去了之后 到了快12点 他打电话给我 打手机给我 他说传道 我说怎么样 传道 传道 叫了好几声 我说 是什么事情啊 医生说 我肝癌第四期啦 剩下三个月啦 因为肝没有神经 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或者有一些到医院去做例行性 甚至这肝检查 突然之间晴天霹雳 下来了 肝癌第四期 哇 我内心里面 我都开始紧张啊 我最怕信徒碰到这种意外性的灾害 没有办法一起得到 这个又是很大的 对生命又有相当大威胁的 好像路上被车子撞了 昏迷不行 送到医院 家里面的人就 愁脸 这个愁容满脸啊 没开 我没轻松啊 那我就 我就说 你不要紧张 我先念一段经文给你听 念哪一段经文 念腓立比书第四章 第六节以下的经文 那段经文叫什么 应当亦无挂虑 主要凡事 借着祈求祷告和感谢 将你所要的告诉天上的神 我们的神就在基督耶稣里面赏述人 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准备要念这段经文 刚开始念了两句 应当亦无挂虑 主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电话说传道你不要念啊 我整个心都脱落你知道吗 哇 起了起了起了 他叫我不要念就是神的话 他听不下去 然后我就不念了嘛 我就不念 那他也没讲话 我也没讲话 然后我就讲说 没有挂电话你还在线上吗 他说我还在啊 传道你准备好 要准备什么 说你准备好 我也不知道叫我准备什么 反正也没有看到人啊 我也搞不清楚 他叫我准备好是什么意思啊 那那一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人 所以动作是我自己家的 我听到什么 我说我要死了 我感觉他受到的刺激太重了 我当时的反应 那有人检查到冠冠地死去 我说万岁 我说我要死了 我说你有没有问题啊 他传道我有什么问题 我说不但你们会讲这个话 他说你不知道 圣经神告诉我们啊 当一个人 他进入一个死亡的漩涡里面 到底是死亡吞灭生命 还是生命吞灭死亡啊 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的观念是什么 我碰到的都是 当我们的生命碰到死亡的时候 怎么样 死亡把生命吞掉了 所以我们很多人在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瓶颈的时候 没说还好 一说就怎么样 灰心啊 绝望啊 上书求生的预注啊 整个软糕糕 都没关系哦 放弃啦 自暴自弃啦 为什么 因为我要死亡了 我的生命即将对死亡吞灭了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那是我们的官僚 这个观念是错的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从这个节面身上真的让我的整个圣经里面的认识跟我的整个人生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哦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 好 这节经文保罗讲得很清楚 多清楚 他说有一天大家都会死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地面上的帐篷 那这个帐篷会坏掉 那身体一件是逐渐凋零的 那我们呢 我们要去住在 不是人的手所造的 是神的手所造的 天上永存的房屋啊 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嘛 那去住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里面哦 那你看这个地数节哦 最后这一句话 说好叫做避暑的被生命吞美了 传道 我喊万岁哦 我是有根据的 当我们一个人面临已知的未来 就是生命会走上终结 是用什么方式走上终结 我没有办法预测 或者是几岁我会走进去终结 我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我知道 面对以后的人生 我知道的是我一定会进入死亡 那他问我啦 神道请问活几岁很重要吗 他讲圣经里面摩西活了120岁 施洗约翰活了几岁 30岁 耶稣活了几岁 33岁 活几岁很重要吗 再来用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很重要吗 以赛亚宣书教会历史上聚载 句子句子的 摩西120岁被神直接取走 他的尸体还是神为他埋葬的 我们可以讲寿终正寝 精神没有衰败 体力没有衰败 苏喜约翰呢 在监牢里面被叙利王砍头数掉的 那耶稣基督呢 定属住驾数掉的 彼得呢 教会历史说 道定属住驾数掉的 死亡方式有这么多 这些人死亡方式真的那么光彩吗 一定要寿终正寝吗 对不对 死亡的方式很重要吗 几岁数很重要吗 他跟我讲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一定要死在主里面 好像启示录14章13节所提到的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怎么样 有福啦 吃到15岁没死在主里面 那个人生是多余的 有什么用 最重要是你要死在主里面 所以他讲 生命把死亡吞昧了 生命一直走 碰到死亡的时候 我们一般人说 哇 死亡把生命吞昧 不对 生命把死亡吞昧 因为透过赎罪上门 我能够得到神给我的 我信仰上最终极追求的那个目标 他说我一辈子走了七十几年 我在信仰上面一直积极努力追求 我祷告 我终于要达成我的目标了 你说叫我悲伤 我悲伤不来 这个都是让我在整个幕会过程当中 让我感觉到非常动容的一句话 所以我发现这个学妹 她跟我讲说 生活靠信心 生命靠盼望 生命靠盼望 我们来看一个人物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 路加福音请看第二章 我们要讲谁呢 讲二十五节的这个西门 西面对不起 西面 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二十五节 这个西面在二十九节讲了一句话 非常安然的 面对生命的问题 他是如此的安然 他是如此的让我们感觉到 非常的非常的羡慕 因为他怎么讲 他说主啊如今可以造成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很潇洒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死的时候 这句话我讲得出来 我会一定很潇洒 主啊 现在可以照着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三四朝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因为这个西面 他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的神告诉他说 说什么 说你还没有死之前 我要让你看到耶稣 那二十五节你看 二十五节说 这个西面他就怎么样 他就肃长盼望 肃长盼望就是每天我都在等待 每一天我都在期待当中 那这个重点 因为这个二十六节下半节说 他知道自己位属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如果我是西面的话 我会问神 神哪哪一天 什么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神 也没有开时间表 明天吗 不知道 你还没死尽情 我问神 神啊三个礼拜后吗 你还没死尽情 你是听不懂 神啊是一年后吗 这你还没有死之前 请我什么时候会死 你看到耶稣基督就会死 那等于是完全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表 那一个人最难熬的是什么 就是时间 破当面 要动多久 我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我还能撑多久 我还要走多久 所以我们的神完全不开时间表 那这个西面他怎么样 他就每天都在期待 所以他说每天进圣殿 今天进去 没有 没关系啊 我明天再去 明天去 没有 没关系 我后天再去 所以这个素长盼望 你去看他的英文 叫做每天都在期待 每天都在等待 那终于有一天他走进去圣殿 当他走进去圣殿的时候 神的灵感动他 那么多小孩子进入圣殿 哪一个是耶稣呢 不认识啊 那我们的神就告诉他 就这一个 所以当他报道了耶稣之后 他终于释怀 神啊 照着你的话 我们可以安然离世 所以我们讲说 盼望是支撑一个人 走这一条天国道路 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我们最后来看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二十四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 就必忍耐等候 没有时间表的忍耐等候 所以面对未知的未来 生活当中你会有什么变化 重点是你要紧紧跟随耶稣 那么对这位神绝对的信任 在信心当中的交托 这个是绝对必要条件 因为我们的神 绝对不会在你的身上 说他的安排出错了 那面对已知的未来 是生命会走进去终点 那用什么 活多少年离开世界 用什么方式离开世界 这个都不是关键 关键是说 我永远对这位神存着盼望 那个盼望就是 生命把死亡吞灭 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价值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生命把死亡吞灭 那这个就是 每天我都有盼望 而且这个盼望 我还要付出行动 所以我每天就到教会 跪下来祷告一下 我觉得心安理得 我觉得主之太难 我只要能够属在主里面 那就是一个 紧紧跟随神 最重要的生命的动力 求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得救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列上 那么我们都能够 顺服羔羊的带领 高羊走到哪里 我就走到哪里 他给我什么烧益 我就面对那个烧益 但是呢 我跟随神 跟随耶稣的脚步 永远不落后 为主一贯的常态 一起来唱 谢谢大家